首先有请郭德干先生 有请刘晓庆 著名音乐制作人李全 今天的衣服有点不太一样 我这是老黄瓜刷绿期装嫩 因为在我们四个人里边 我年纪最小 我是52岁 我又说错话了 当然了 小庆姐才30岁 我都比你们大这么多了 我一不留神 我穿着稍微运动一点 省得人家说 瞧着我跟50多似的 这身衣服我觉得蛮可爱的 上面像一个50多岁的 下面呢 中间这一段像一个16、17岁的 脚底下穿的这个鞋 我们刚才有小朋友喊了 像我的穿 像我儿子那一代穿的00后 你怎么从中间这段看出17、18来呢 17、18岁的孩子才会穿这么没形的秋裤 没有 我觉得 郭德冠老师其实有点像一个枣糊 你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像一个酒坛子 你再说一个 你的脑袋有点像一个真子 你再说一个 那个真子就是脑袋上有一个小瓦片 然后下去特别像这样 你看了我是今天岁数最大的人了啊 我这个智力一时半会儿我也反应不过来了啊 小兴姐今天的打扮也是 像一个中学生 这个你不分段介绍一下了 上半身 像一个初中生 中半身 中不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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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西丽姐 西丽姐 西丽姐 像不像 下半身 松高鞋 红指甲 这实在是有点像12、3岁的小女生 你知道她这会儿多恨你吗 我觉得最要介绍的是李天 我们听到的许许多多的巨星的歌曲 她们的幕后都有音乐制作人 所以呢 今天李全老师这个位置至关重要 谢谢李姐 谢谢 首先请三位评审 不过